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香港法律界在周四举行了静默黑衣游行 发起人估计参与者超过2500名法律界人士 是香港回归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黑衣游行由30位香港法律界选委和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先发起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游行人士全部身穿黑色衣服 由香港终审法院出发游行至京中政府总部 并静默30分钟抗议港府修订逃犯引渡条例 此条例的反对者计划在本周日发动大游行 郭荣坚说这一次法律界为何走出来 是因为我们希望香港市民看到法律界的声音反对这个条例 认为这个条例破坏法治 这个立场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希望市民今天看到我们法律界齐心走出来 我希望6月9日会有更多香港人走出来去违缘 香港职业大律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杨岳桥也有参与游行 他表示这一次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将令香港法院左右为难 杨岳桥说我们担心这个条例以后会对香港的法治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第二就是因为过去20多年都没有改变的一个规则 一个制度 现在香港政府很快就想把它改变 我们表达忧虑 特别是因为有法官表达了他们的担心 就是以后北京要想从香港拿人的话 香港法官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有香港法官忧虑 如果阻止移交高调的疑犯 会承受来自北京的批评以及政治压力 但如果批准移交 又会有来自香港当地的批评 指控法官配合北京 司法独立形象因而受损 有法官形容 修例将法官跟北京放在冲突位置 界内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行 感到极为不安 以上就是这一时端的新闻时事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电视